即使翻起风雨 即使不声不远 而我都给你关注 想到心底深处 和你的相处 如念过动人的书 爱照亮我每天回忆自暖 离开才盼相见 寻找如此路远 情间藏你身边 未经许可,未经许可,未经许可,未经许可 请一碗小艇粥 我去拿 怎麼樣?腳還痛嗎? 不痛,上次真的謝謝你 是我不好意思的,我已經幫你 陪下給保錡了 對了,你看過影畫戲嗎? 小時候和爸爸媽媽也有去看過 但爸爸過了身後就沒有了 那對,我請你看 上次雷你扭傷了腳 我心裡很過意不去 就當是給我一個機會補償 要你破廢,不是很好 我有朋友在戲院做,免費戲票 這麼好? 不過只有我和你去嗎? 如果你怕尷尬,可以叫別人一起去 我媽媽和哥哥很久沒看過影畫戲 對了,我很想和他們一起去看 好啊,那就叫他們一起去吧 謝謝 不用客氣 你這粥好吃,不用客氣 不好意思,不要 hogyha 我帶你去看 秋華 秋華 這麼巧? 其實我來了很久了 不過我看見你和向情說話 免得操縱你們而已 是嗎? 我覺得我之前很失禮 本來今天打算過來向你和向情賠罪 不過我又沒什麼勇氣 剛才聽你說想看電影戲 剛好我有免費的戲票 不如我找人送過來給你 當是向你們賠罪吧 不用了 那你真的不原諒我 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就好了, 我明天找人拿戲票送給你們 好, 兩位高帥, 別客氣了 二少爺, 我替你把籌碼給你 好, 去找 我來這裡賭錢這麼多次 沒試過這次這樣 手風這麼順, 贏這麼多錢 二少爺, 你吉星拱照, 蓬佛齊天 那你就是我吉星 我黑仔, 我怎麼會是 你轉賺的, 你遇到我這個貴人 不然怎麼會贏這麼多錢 二少爺 來, 謝謝, 二少爺 阿興, 你替我保住這個荷包 又替我贏這麼多錢 這些是你的 不行, 二少爺帶我來見識賭場 我很開心, 我怎麼可以要你的錢 男人老狗, 別這麼窩囊 我這個人是想法分明的, 帶著他 二少爺 二少爺被你就帶了他 還不謝謝二少爺 謝謝二少爺 阿興, 話說回來 為何這次金姐會安排你們上海工作 我以為她會留你在廣州 二少爺, 其實我也想留在廣州 二少爺, 你看看 這部就是英家勞站 看見那個西裝油嗎? 看見 你的三年後, 他認不你 你替我跟著他, 看哪裡下腳 喂 好 來, 去吧 夠了 看完你也挺難打得好 打了這麼久也不肯說 不過究竟誰叫你跟蹤我? 我不相信你真的不怕死 我死過翻山,我怎麼會怕死? 被人抓去打敗,我也死不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是因為…因為我們不是夠硬 二少爺,你打他 是,龍舟 兄弟,我本來等軍警你才動手 沒想到你一個人搞定,你一會 兄弟,你沒事吧? 沒事 康少爺,你錢我給你,當作一批烤燒 雖然老闆,你這算壞了 一批軍火無法抬手,就想找我過橋 我看你還沒死過 康少爺,萬事有商量而已吧? 我和兒章王喝茶商量 康少爺,別殺我 好,我不殺你 大兄,一槍打死他 康少爺,你放我,不要殺我 開槍了,還不開槍 不要殺我 放我,不要殺我,救人,真是不要殺我 康少爺,救我,不要殺我 放我 對不起,二少爺 二少爺,我從來沒殺過人,不行 小心 小心 二少爺,鋼條槍走了,算了 二少爺,幸好沒事 沒事而已,我都說你轉運,我是你貴人 你問我福星 怎麼了?媽媽的衣服不合身嗎? 對,整個身形都走光了 想不承認老也不行 哪有 對,我說媽媽跟二十年前一樣耍眼鏡 沒錯,還有,不要這麼大聲 不告訴別人,人家以為你們是兩姐妹 你們倆當然是這樣的 一唱一和,像唱雙王一樣 對了 什麼? 有沒有帶氣票? 如果你忘了帶一單站在門口就糟了 白走一趟 放心吧,我已經代好了 這次好了向程的舊同學 認識電影公司的人 我們才有免費的氣票看電影 對了,鄉程,你是個什麼舊同學? 你們不認識的 在馬利修女的歡送會 遇上舊同學而已 想起,當時我最喜歡 就是明珠那裡看影畫戲 你知道嗎?一去明珠看影畫戲 大家都覺得很羨慕 明珠在廣州就最大奸 我每個星期都去的 連那個解畫員都認得我 媽媽,現在看影畫戲 沒有解畫員的了 對了,哥,待會買謝 進去戲院吃 一邊吃,一邊看戲,很開心 你現在開心了 吃到嘴嘴聲同時看戲 我上次吃嘴嘴聲,你上次吃嘴嘴聲 是嗎? 媽媽,你記不記得上次看神功戲 台上的大佬官叫他不要吃 什麼?叫你不要吃 叫你不要吃 好了… 快點走吧,遲吧,別開場 走吧… 我先去跟朋友打個招呼 阿妹 等等 我忘記買謝了 你先給媽媽進去吧,我去買謝 快點回來 好 好 向陽 小美,很久沒見了 你還是去看電影嗎? 是 你注意的,好嗎? 好 我還是不跟你說不通了 我跟阿向前擺傘,遲點見 我看見了 哥哥,跟人家殺氣不開心嗎? 我樣子嗎? 你怎麼死拿著這隻不給我們? 媽媽 媽 看見淑穎嗎? 不是 我看你周圍看 除了你之外, 還有誰很忙呢? 你們三位有票嗎? 麻煩你拿出來看看 這三張票是假的, 麻煩你們出去 你真是舊同學 把咖啡弄鬼我們 對不起, 哥, 媽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他不可能給我一些咖啡 怎麼會給我呢? 你們想看就給錢買票 怎麼拿那些咖啡來騙人呢? 真的不敢? 我們沒有騙人的 那些票是潘彩華給我的 老婆, 麻煩你不要在這裡做夢 別以為自己跳兩隻舞 就當自己是西關小姐才行 你是艇妹 你的魚舌味十里外都聞到 想飛上枝頭變鳳凰?下輩子吧 你不知道東山少爺 最喜歡找你的艇妹來玩樂消遣嗎? 你說什麼? 誰跟你說我妹妹? 沒有家教真是沒有家教 下等人真是下等人 那又怎麼樣? 信不信牛屎塞在你的口裡? 別吵了, 還嫌不夠失禮人嗎? 走吧 媽 鄉情, 幹嘛?你們這麼早就走? 幹嘛玩不夠?妹妹, 走, 我們去 正算 鄉情 鄉情 發生什麼事? 你到底對鄉情做過什麼? 你這麼緊張幹什麼? 我有什麼給不上去? 你寧願選我艇妹也不選我 媽, 聽說阮凌玉 稍後有一部《玉堂春》上畫 不如我和哥哥陪你去看吧 我以後都不看電影了 對, 影畫戲有什麼好看? 對, 我說有錢給她去大酒樓 吃一頓好的更好 民以食為天, 食飽做神節 我們一個贊成 出去吃東西要花錢, 傻女 還想要陶陶居試試 陶陶薑蔥雞天? 我打算去西縣吃頂湖上素 不如去民縣試試江南八花雞 我說如果可以 大四喜的脆皮雞也挺好吃的 就這麼說 走吧 走吧 媽媽, 這房間又大又漂亮 你以前最喜歡坐的 這房間當然坐得舒服 不過你看看菜牌, 菜貴了很多 就是脆皮雞也賣了十幾十元 那就別看了 是, 羅哥 拆掉我們是否夠錢給的? 放心吧, 全叔交代了 叫你不要比我們算貴 最重要是吃得開心 最重要是開心 是, 開心 二夫人, 來了嗎? 全叔 全叔, 很久沒見你 今天又來打擾你了 大家這麼受, 嚇什麼氣 今天我準備了幾款精美小菜 爆你清心如意 謝謝… 謝謝, 全叔 我叫人上菜 大家慢用吧 謝謝… 媽媽, 全叔金茶真是精心炮製 這裡的脆皮雞 永遠都不會令你失望 是, 媽媽, 看一層脆皮的外皮 和玫瑰露的香味都流出來了 快點吃吧, 來… 快點… 為什麼會有乳豬? 現在流行的, 媽媽 雞屁股不好看 所以放幾種乳豬進去 紅皮尺狀好以後 是真的嗎? 當然 又挺好吃 是嗎? 那些脆皮脆皮, 真好吃 妹妹, 吃吧…來 吃吧 今晚真的吃得很開心 媽媽, 你開心 我和哥哥最開心 對, 我們最開心了 來, 香聲 你先陪媽媽回家吧 我約了朋友, 有點事談 別這麼晚回來 行, 媽媽 走吧, 媽 好嗎? 剛才不好意思 我知道, 火機隨便等一塊魚豬到雞裡 全叔, 你別這麼說 不好意思是我 你經常都不收我錢 要是讓老闆知道, 你就加火了 送頭送給你 少爺, 你每次來幫我做這個 做那個已經抵回了 全叔, 我沒跟少爺很久了 我之前在你家裡做廚師的時候 老爺對我這麼好 我這輩子都把你兩兄妹是少爺小姐 老爺, 我拿去做這些手 我待會兒還來幫你 你回來做什麼 一個女孩子晚上在家裡走很危險 你一個人在這裡這麼辛苦 我沒來在家裡高床軟枕 我答應了全叔 幫他準備明明踢的料, 要做很久了 那就一起做吧, 一成兩兄妹 來吧 阿周大哥沒人 要不然你早就做了少奶奶 用餓了媽媽也做不著粗重工夫嗎 我不是做保佑嗎? 教育也教不出 家裡又沒這麼大的工作 就讓我虧了 你還沒嫁 是因為你又漂亮又聰明 而媽媽和哥哥要求高 不想把你求求其其 教育給阿豬阿狗 那哥哥你又夠勤力 做事又夠膽大 又不快娶老婆 是否還想著誰 無緣無故燒了我一回答 剛才我戲院碰到顯微 你別亂說話, 人家已經結婚了 總之阿哥跟你說 阿哥要是事業無成都不會結婚 免得餓死都要找找找 他靠有三無後為大 阿哥不要經常記住以前的生意失敗 其實阿貓很想你快點成家立室 你阿哥吃鹽多吃米教我做人 話說回來, 我真的教你 做人要大眼識人 別人見姓潘那個 又漂亮又有錢 你把我偷偷過去, 沒點矜持 我哪有 還有, 那個東山少爺 人家都會滾滾 吃醉也不知道 你還好, 真不像 天剛也做不完 我手沒停過 那就是阿哥說話 對… 那什麼話 爭取婦女平權和傷害革命 一樣這麼偉大 如果你家人再阻止你 告訴我, 我幫你說服他們 看來我寶貝女 不需要多久就做革命因此 不跟你說, 一定要開會 你怎麼這麼好笑?別人說正經話 有時候我真的後悔送你去外國讀書 做女孩子不用太擅長 像你小媽一樣,嫁個好老公就行了 對了,剛才我在杭花樓 買了一些山大賴皮卷 待會一起吃 好 那你慢著聊聊,我交代司機幾句 你去吧 嘗嘗 勞勞,小媽 你從我過來這麼久 我們都沒坐下來聊天 今天你有沒有跟我們去看電影 不如明天去百貨公司走走 不行,小媽,你知道 我又要搞婦女平權會的事 又要搞慈善活動 基本上我都沒有時間 讀書的女孩子真的有點不同 不過在現在這個年代 要做新女性一點都不容易 我怕你爸爸擔心你 那也不會,你也受過新式教育 每一個人都有他們的選擇 我就選擇了改革社會 而你選擇了做我小媽 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女人 但求有個好歸宿就心滿意足 哪有你這麼厲害 你這麼說又不太對 難道你真的為了生活有一個保障 有一個保障才嫁給我爸爸嗎 保錡,我想你有些誤會了 我真的欣賞你爸爸才會嫁給他 我只是說說,我爸爸這麼聰明 你加五會就是為了那些錢 才嫁給他 其實我也累了 我明天還要很早起床 你慢慢吃 你不吃奶皮卷嗎? 不,其實我不是那麼喜歡吃甜蜜 晚安 老爺,今天中午十二點左右 我車到小媽去大森百貨買東西 下午三點多時,我車回小媽去戲院 他有沒有見過什麼人? 沒有 在戲院門口裡 小媽跟我穿了幾寒暑 我人聊了幾句 看來好像舊相識一樣 鄉程 昨天晚上的事, 對不起 你聽我解釋 其實整件事是彩蝶搞出來的 客氣我是沒有免費票 但是我怕你不認約 才說自己有免費票 本來我真的打算請你一家人看電影 結果被彩蝶知道我約你看電影 他強行送些票給我 說當是之前對你沒禮貌的賠罪 對, 整件事是他別有用心的 其實你不用跟我解釋這麼多 你還不相信我可以發誓 你這麼誇張? 你肯笑就好了 對不起, 我誤會了你 請你吃一碗艇仔粥保嫂 影畫戲又請不到你看 還要害你整家受氣 對, 現在還要你請我吃艇仔粥 我真的過意不去 其實我早就預備了一份禮物 打算向你賠罪 不行, 我不可以要你這麼貴重的禮物 不可以要你再說那些笑話給我聽就當是補償了 你不只單純和善良, 還一點也不擔心 跟你在一起真的很開心很舒服 你這樣稱讚我豈不是最大的禮物吧 那好吧, 我就說個笑話給你聽 知不知道黃埔君校最出名是甚麼 黃埔君男 聰明 話說很多廣州的男人 都希望可以踏足黃埔君男一場心願 但有個傻人, 他偏偏一點都不稀罕 他反而鍾情於一架小艇 因為艇上有他喜歡吃的艇仔粥 痛哩 好 阿娘 秋華,過來 找我什麼事? 媒婆張嫂找了幾張照片給你 幾個都是大戶人家的千金小姐 你看看,有沒有哪位合你眼緣 不用看了 難道大官領養了二中人嗎? 那是哪位大戶千金?娘認不認識? 是一位西關小姐,以前 就是現在家道中落 雖然她不是什麼大戶人家 不過她很大方得體 卓華,我們潘家在東山 是有頭有面的大戶 如果對方沒有家勢 就算我和你爹願意 你爺爺也不會願意? 娘 不用再說了 趁大家感情未生 在這個時候就要抽身 不要再糾纏下去了 潘家無論如何都不可以 娶一個破洛做媳婦 這個爺爺趕你出家門都知道 你要好好記住 好呀 精練的紅童打奏 色衝深浸,駐宮精細 不錯… 的確是圓明遠海岸堂 十二生肖噴泉的銅像 好,謝謝你,財叔 這裡沒你的事,你先回去當舖 好,我先走了,二少爺 好 先走了,大少爺 謝謝你 木兄不止是我福星 不僅幫我搶一筆錢,填銀行筆數 還無緣無故撿到一個寶 這件寶物當年被英法年軍搶走了 但是有這麼奇怪 無緣無故落在這個大老千尚坤手上 我想他只是幫人找回來 真正的買家未必是他的 你這麼多 我打算把這件寶物送給我爹 讓他老人家開心 不然見到我都懶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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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個銅像 又會巧合得在上海出現 我懷疑真正的買家是他,梁彥彪 我聽人家說 他不惜公伴也想齊集十二個銅像 告訴他,地上撿得好,問天問地拿不到 不是,梁彥彪一向都跟你不對 萬一被他知道的話,我怕有麻煩 我還沒跟他計算 上次他去上海,我去抓上軍的一會兒 他手下一個軍警都沒來幫我 他想拿回豬頭,有本事來我搬一場 進來 二少爺,方勝江先生和他的千金 現在來了,在大廳公後 好,那你有客人,那我先回銀行 拿雙子回銀行 你倆年輕人就一早認識 我們兩個老爺最近認識了 你們說,我們兩家人是不是多有緣 難道緣份的事真的一早就注定 注定你有幸福 進我的書房,我有件寶物給你鑑上行 好啊,那你跟卓華談談吧 師奶 二少爺,先失靈 別客氣了,方老爺,隨便行 別叫他這麼見外了,走 保錡,聽說你雖然在外國讀書 但你也懂得詩詞歌符,是嗎 是呀,其實我在廣州讀完中學 才過外國的 我覺得身為一個中國人 一定要過學根底好 才可以了解到自己的國家文化 中國是禮儀之邦 說得倫理道德,外國無論如何比不上 那又不可以這麼說 二少爺,莊夫人和她的千金來了 用不用? 當然不用了,我來拜會姐姐嘛 難道還要發帖嗎?是不是姐姐 姑媽你好,表哥你好 阿姨 我離開東山想來探望姐姐嘛 不是不歡迎吧 歡迎?難得你肯來探望姐姐 我開心也來不及了 這位是… 你好,我叫方保錡 我是卓華的朋友 是朋友而已 這是我女兒淑媛 她和卓華清梅竹馬,感情很好 你好,莊夫人喝茶 小姐喝茶 說了這麼久,也忘了坐下來 淑媛,你坐在這裡幹什麼? 坐在那邊嘛 和表哥聯絡一下感情,快點 你到底又想怎麼樣? 姐姐,我也不明白你什麼意思 方家你拜會我們 你就失驚無神帶她淑媛來 現在卓華和保錡出去參加慈善活動 你又要淑媛跟上去 你說你沒意思? 除非我第一天認識你,裝俸可以 年輕女兒一起聯誼一下 有什麼問題呢? 你生氣阿姨就算了 何必拿女兒來跟我鬥氣 真是真心雌雌,卓華和淑媛從小玩到大 雖然耀宗是入罪,淑媛是姓莊的 但兩個名義上是唐表 但實際上是儀表,也沒有衝突 我打算身上加親,有什麼不對? 終於肯說出口了 保錡是否適合卓華,言之上早 但這次見面就是笑堂安排 難道我們女人作主 其實這個方保錡只不過是番書女 經常要爭取婦女權益 還要做什麼慈善活動 根本不懂得三從四德 不適合做你身負 所以我才帶阿淑換你 讓你有多個選擇 我知道保錡是什麼人 雖然他有所不適 不過他家庭非常好 老爺吩咐下的 選擇親家除了要門當戶對之外 最好還要幫到潘家的生意 正因為這樣 笑堂和我才會屬意保錡 你明白嗎? 我明白,那你嫌我們屬門 配不起你銀行太子的東西 你喜歡怎麼說就怎麼說 我今天已經說得太多了 事實上我也不需要跟你交代什麼 你記不記得嗎?你也是吃莊家米飯大的 姐姐 姐 你沒事吧?別跌倒了,起來吧 進去吧 好嗎? 幾十歲人,走得這麼快 你以為就當贏了嗎? 你夠幾十歲人,又不見你閉嘴 你把嘴巴打開 姐姐,沒事吧? 對了,兩姐妹,過來坐坐 二少奶 二少奶,莊夫人 你認識我嗎? 我跟她說過,她叫我穆兄,申請回司機 她懂得開車嗎? 我叫吉祥教她,今天正式上班 二少奶如果要用車,隨時吩咐我 穆兄是嗎? 是米倉劫殺案的兒肥? 是,她被冤枉罷了 那當然了,如果真的要殺人 就抓去打把 怎麼能做到姐夫你的司機? 不知道是否叫做大難不死 必有後福 鳳德,剛才我聽你說 約了一群闊太血一德路 白觀音,時間到了,不就遲到了 差點忘記了 趕時間叫阿慶車來吧 好 這樣吧,我叫阿甘跟著你去 無緣無故白事,跟著你去 上次我求了觀音,忘記還神 我叫阿甘當我去玩 那我出去準備車,順便通知甘姐 謝謝 怎麼會這麼乱順?走走走都會扭傷他 小棠,我不是想說干涉你用人的事 不過為甚麼你都要留牧兄在潘家做事 我還沒問你,你為甚麼要弄走他 我要強調的就是 他的確不是阿甘的師生子 他們不過是遠房親戚 還很多年沒來往 阿甘,穆兄的人是怎樣 靠不靠得住,老不老實 我們大家都不清楚 我怎麼放心讓他留在那裡 我覺得這個年輕人跟我挺有緣 我在火車撞到他 他幫我搶回銀包 接著就向上軍拿回錢 幾乎連命都沒有,我還不信他? 是他幫你拿回那筆錢? 他被上軍打得豬頭似的 我叫他開槍殺他,他也不敢開槍 所以我肯定當日他真是被冤枉 他沒有殺到人 這個年輕人心地好 有膽識,又身手,有遲度的 說開又說,我越來越相信這個因果 我幫過他,他又幫我 就算他不是今次的親戚 也是我福星 我的天啊,我的天啊 是一天啊 先生,買一張奬券吧 謝謝… 先生,買一張奬券吧 先生, 支持一下, 買了再券 謝謝… 來這裡的人都是非富責貴 以後有甚麼自使活動都在這裡辦 你怎麼好像不太開心? 要不要回家休息一下 其實我和你一樣, 你是迫相看的 所以你不用放在心裡 你也有意中人 沒有, 不過我相信自由戀愛 終身大事當然要由自己作主 怎麼可以給封建禮教那套綁住 這件全買完了, 這麼聰明 先放下, 你先坐下休息一下 來, 表哥 葉子夠散銀, 我唱點 失換了 如果你喜歡你表哥, 你應該跟他說 你跟表哥… 當然不是, 我們是朋友而已 那…那我… 那你…其實還小的 你不應該只是談情說愛 我覺得你應該衝殺自己, 曠闊事業 女人有內涵就有自信 有自信就吸引到人 其實我也想過去北京大學讀書 那還不快點 趁卓華未在官校畢業, 快實行 對, 謝謝你, 保錡姐 不用謝謝, 總之有甚麼事隨時找我 李大班, 追支票我們嫌過沒問題 這裡三百元, 快點點點數吧 不用點了 你這麼大的銀行, 難道信不過嗎 謝謝 你這麼大的銀行 最不相信那個的是我 想不到你帶班的照片是真的 真是發財 怎麼傻瓜在這裡? 過去玩玩 先生, 買張獎 幫助張文重建家園 你是不是那個嫖客? 我告訴你, 沒見錯我是嫖客 嫖客不能捐錢嗎? 嫖客不能買獎卷的 你別歧視我 是捐錢就快點, 不然就走開了 捐錢就好嗎?沒小意思 這裡有一百元, 我就捐十元 來, 找回來 你要找, 我一定找給你的 淑媛, 你把獎品拿去 行了…拿過來, 當給你們多十元 站住, 我開箱也找給你 你開箱了, 行了, 我也說不用… 打開吧 你用假人紙, 抓住他 你抓住他 你不要打開, 別打開 別打開, 別打開 人這麼容易踢你一腳 想買一條湯豬的 老闆, 隨便用張假人紙 不用打得這麼快 誰叫你在銀行出龍頭 還要得罪大小姐?你以兵場吧 別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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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打開 不要打開 你怎麼會聽到他的散熱聲 你先拿去抹掉血 鳳小姐, 謝謝你… 你…你先起來, 不要這樣 別不起來… 你一定要聽我說完我 你負責我才會起來 你說吧, 你說吧, 說吧 我懂事開始 當時, 我就在一個飢餓和貧窮的環境中長大 我六歲死了爸爸, 七歲死了媽媽 是我用雙手的泥去撞掉他們 之後我就行黑道日 有時候我站起來 真的不行的時候 我去那些垃圾堆裡 我撿過那些牙蚊蜜吃 我一直吃… 這種機寒交給他滋味, 你試過沒有? 是呀… 就是因為這種發作牙蚊蜜 弄得我半邊乾肺了 整天肚子, 不斷地摸到我屁股 我屁股… 屁股怎麼樣? 還是不要替我屁股 現在弄得我有病沒錢 剩下半條人命 我剛好走過, 撿了一張假人紙 我就來這裡撲一撲 那你沒錢幹嘛去嫖子 我沒有嫖子 我因為長期決策, 我睡不著 所以我才找你女兒唱歌 去哄我睡覺 原來你身世這麼可憐 我這裡有些錢, 你拿去治好餅 但以後不要再做壞事了, 知道嗎? 方小姐, 你的大恩大德 我不會忘記的, 我一定記住你的 行了… 你們不要再拿回他了, 放他走 是… 站起來 站起來, 再來, 走吧 歐晴 我聽說早幾天 東山的潘家少爺來找你來 還談了很久, 是不是嗎? 他來吃粥而已 你不要怪哥哥多嘴 其實以我們現在的身世 我們是否配搭你的潘家 就算潘少爺對你真心 你也過不了家人有關 你也過不了家人有關, 為了自己老闆來身 總之你聽哥哥說 可以不見面就不要見面 為了自走麻煩, 就打自己不開心 哥哥哥, 先生, 要不要幫忙嗎? 你不要… 冠公子 冠公子, 我扶你上岸吧 別管我 你不要在這裡吐 你吐得船艇髒了, 明天開不了檔 我, 我要出海, 我要自由之載 開船, 有沒有人在這裡? 開船就有人來 這麼晚沒人開船的了 沒人開船, 我自己開, 我自己開 不要 幹甚麼 我要自由之載 不要 你陪我出去, 去一個沒人找到我們的地方 糟了, 這次一定被哥哥罵死了 你醒了沒有?你想想辦法了 想辦法怎麼回去吧 你醒了嗎? 除了要開船, 沒法 永永遠永遠地留在這裡 你為何這麼說? 我沒有 為何我要去東山小野 為何過年自己喜歡的人 我都沒得過 為何… 為何為何結婚要門湯戶隊 為何我約盤家九代單純 我會有一個我父母替我選的妻子 我會像我父母希望我做一個軍人 但他們沒有問我, 想不想 因為…因為他們根本不會理我想甚麼 為何要觀賣家 人工要求你 為何我不可以以馮承你 你不要回ожал 我們不要回去 我落意 要是去福建 眼修的同事 仍可當作麻煉 你為我惡習也改變 明白愛原來非前 能成為伴侶 我亦算等待 愛上你也莫居 真心不會死去 你為我抹眼淚 甚至陰罪 你也在我這裏 陪你哭也知得過 久一難過 我會等愛的花火 苦得我一個 全我心愛得很熟 只問有幾個